Auto4 奥风 WCA 2016 唯一指定电竞椅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内置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极客 极致 极酷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生灵奇境的战斗 至胜之道 掌指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专业电竞品牌 iGUN 爱工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 爱工 为荣耀而战 Dire Anywhere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PC 专注于游戏领域高性能电脑及外设 扫码关注 Anywhere 官方微信 了解更多精彩活动 英雄中竞技场 玩家的选择功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WCA 2016 世界电子竞技加赛 电竞高效争霸赛 军事赛的比赛直播 我是海岛 大家好 我是最近的主持人杨阳 WCA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 由银川市政府主办 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型电子竞技赛事 赛事覆盖全球四大赛区 囊括当下最火热的电竞游戏项目 大赛直接来到最优质的电竞赛事平台 让每一位热爱电子竞技的玩家朋友们 都能够实现自己的电竞梦想 WCA 2016 资格赛 SE 赛季的总决赛 将于5月18日到21日在北京市 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 中国以及亚太地区的各项目的职业选手 也将上演精彩的决赛对决 欢迎玩家朋友们多多关注 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也可以一起到现场一睹选手 和我们接受的分彩 好 我们还要感谢本次WCA 2016 电竞高考证华赛 独家直播平台斗鱼TV 和独家直播电视媒体游戏 常常听的大力支持 好 下午我们打的是 就是四强中的武汉男人 对于黄怀大学 黄怀学院的一场比赛 最后是黄怀学院的 这个快乐龙龄 3比2也是很艰难的 战胜这个武汉大学 对 今天要打的是 广东工业大学这位叫做 这个牧师不太脏 牧师有不脏吗 好像没有 他说我真的真的不脏 他的对手是全民的林丹若 深圳大学 一直很努力 自以为脸黑 2015全冰实力赛广东省的冠军 好 他应该是一位实力赛冠军 那么实力赛我打过很多 实力赛基本是在一个网吧里 他是属于单淘汰 大概是三到四百人打一个 就是单淘汰能够获得冠军 证明他真是非常有实力 当然也有运气的眷顾 他已经说自己脸黑了 如果脸不黑的话 是要拿皇帝赛的冠军了吗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一个自嘲的 这么一个做法 就是虽然脸黑 但是他我脸很有实力 看见他们的职业 这个牧师不太脏 是得有一战士牧师萨马 被扮将了萨马 这个全民的林兰若被 是战士骑士盗贼萨马 被扮将了骑士 上午的那场比赛中 我记得最后打了一个三比二 就是双方进行了一场 很漫长的一个战盘 尤其是最后一盘的骑士打法师 对 尤其是 战士打法师 对 战士打法师 都是把这个法师耗皮要耗死 因为战士打法师 主要还是有天生的那么一个优势 护甲太厚 对 你这个火球打不穿他的护甲 其实他前期的两个助甲师 都是裸上的 然后还是跌到了二十多点的甲 是的 主要是法师人们抓得不好 但两个澳洲智慧和大法师 最主要的大法师 都沉底了 安诺尼达斯 再到第三 是的 对 这点 如果中期他手快优胜 抓了一条大法师 那边没有解掉的话 就是整个就不一样了 他法师教了很多 然后到安诺尼上来的时候 已经成为法师 上面应该是克斯文木 下面是一个盗贼 具体是什么情态盗贼 还在一般来说 顾且默然是一个奇异者 对 最近感觉 这个道别的棋手 并不是非常的好 这个刺骨这么显眼 他要干什么 要飞出屏幕砸我脸吗 好 这个刺骨还是在 这是什么悬盘吗 不是 这应该鼠标点到那个刺骨上面 他把鼠标 他已经有鼠标在这上面吗 这应该是欧币的鼠标 欧币的鼠标稍微动一下就好了 对对对 好 双刺骨双门棍 这个盗贼不是一般的卡 对 没有生物啊 是 你看他牧师 嗯 牧师应该是克斯文木 刚才看到这个克斯文Buff的生物 哦 硬币 你拿到什么宝物呢 这是一个 挖宝 挖宝克斯文木 感觉 哎 这个盗贼套到非常不错 不过那边也可以解掉 只不过是需要花费一些 嗯 这个牧师打到的 其实他们的生物都是非常的少的 所以说谁的生物能够占住了 谁就占有优势 好 信徒点掉 给了硬币 应该是一个奇迪贼 女王 难道是恩佐夫的盗贼吗 因为他这个盗墓匪贼是所有 就是盗贼都有可能放 这个女王可能由于盗贼的节奏来说 可能只有恩佐斯盗贼会放这个 只有恩佐夫盗贼 会放那个女王 那那边就很爽的哈里森直接吃了吧 因为你想 因为这个想吃带毒的匕首是很难的 理论上只能吃一带酒的 不如吃两个直接过两张牌 战争哈里森也还是不错的 哇 抓两个埋盗 两个埋盗 那么说基本上这个盗贼的 无论出什么生物基本上都会被 刺骨 刺骨 这是要让他连紧 比较贪 这个四公怪对于牧师来说依旧是很难解 对 不能痛不难灭 是 你要一个埋葬吗 其实盗贼能被就是被埋葬生物不多 尤其是奇迹的 因为佳伊森一般是带着隐藏处的 所以说目标比比较少 看下牧师怎么办 我想 他决定上一个克斯文BUFF的生物 但是你的剩下的费用 你会 你要你要怎么办 出一个奥金 你有些亏 这个召唤师 就是就是一个送的 感觉 哦 在哪次机会 这个场有点小 对 这个哇 这个被刺节奏还不错 嗯 就上了一个女王 这个女王理路上应该会被埋葬 这个 图哈特 等于这个牧师 克斯文牧师还是比较 比较后期的 所以他图哈特来的早期是一件好好事 恩佐斯来了 他这个手牌好像 盗贼这时候也断断 因为如果阿拉斯架顿的话 可能会被灭 他也不敢轻易的 他还是架了 我是 阿拉斯之盾 单架来说还是比较亏的 尤其是 盗贼 牧师应该怎么办 出个图哈特 直接把这个 变一下技能 喇一口直接让锅 那基本上 从全就交给这个 盗贼了 我又想一想 我再来 伤图哈特 对 他其他的没有用 痛一个阿国斯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就少奶了一口 好 出个伤 伤范 就是要连接 对 这是恩佐斯盗贼一带的一个生物 你想那一块油炸蛋糕吗 但是这个牧师真的不脏 我觉得这个牧师挺脏的 但是现在它卡费了 由于没有生物炸蛋 没有这个 没有环 所以这个牧师想清那个厂 不太容易 还没有到十费 嗯 十费可以叫两个 AOE直接清掉 顶女王了 对 这个女王中闷棍是很亏节奏的 基本上被闷一次之后 第二次就不 就不太敢上了 所以现在这个到底厂功 厂功是十 手里刺骨法强能打十五点 这个牧师很难受 这牧师这回应该是干一个活 然后给自己拿一下 好 还是想的 埋了 还是想的埋到 因为厂功实在有点高 其实那他早点埋这个蓝龙了 这厂了好多货 是是是 真的贼没有什么号码 好 薰猛龙 他这个 感觉他这个盗贼 是一个恩佐斯王宇的这个盗贼 嗯 这种盗贼其实主要问题在于 手牌优势 这种盗贼手牌优势比较差 因为他没有拍面师 主要过牌还是依靠于蓝龙啊 血法啊这种 就是经常能抓一张 王宇能抓一张这种生物 好 痛了 给你张牌就送 就送你张牌了 并不是太 并不是特别关键 这个极乐之兽有点low 没有什么用 嗯 打这种物是没什么用 对 刚才像现在盗贼的这个伤害 已经不毒了 哇 这个厉害 给上神火 这个盗贼本来就缺少血量 这个神火真的是非常强 现在牧师应该考虑到对面 如果是恩佐斯来一发 他应该怎么清那个场面 神火星星机接这个极乐之兽 好像能够清光 神火解掉这个生物 他要不要直接来一套啊 嗯 如果来一下能 好像能有 能有几个王宇 好像能有三个王宇 那这个回合 盗贼基本上没有输出啊 你打着二人每个国回四点 这个回这个生物 其实挺伤的 因为你下回还是没有事情多 如果你不出恩佐斯的话 你还是要解这个三杠四 他可能将找一个生物 阿克斯认架起来 然后再用刺鼓解了他 复制一个这个 战利品 一个战利品死了 还有一个战利品 奥金尼环清场 如果现在奥金尼环清场 神神星星街 节目之兽 能不能把场面清光 好像可以 其实现在盗贼的血线 有点低 应该神火作用这个奥金尼吧 刚好掏了一个军西 刚好解掉 这个克里尔还是比较好 这是盗贼 就是说 在这个环境被使用 变成主要的时候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一万城 一个是他 对 就毒株牌其实很好的 可以帮盗贼去打一个连击 对 而且配合盘验师 还要配合这个恩佐斯 这张盘真是一个百搭 这个上面那个木是 掉线了好像是 这个木是好像是掉线了 好 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的裁判 重新连一下这个对局 比如说从木是手牌来看 有一个新鲜 有一个这个 极恶之咒 始终轻叫恩佐斯的另一波的 当然恩佐斯本身是解不掉 但是手牌上已经很亏了 已经打出来一套了 奥迪尼环了 这应该是 奥迪尼环了 他要神臭一个环 没有一个环 其实已经很难打了 但是手牌上这个 盗贼已经落 这个木是已经落后 落后很多了 哇 爆牌了 爆牌了 嗯 还有六血 还好这个 有一个神火还可以 这个神火 就是 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奶的手段 李德伯来说 打到后期 这个木是打不过 这个盗贼的 我刚才是爆了一样军七合一张什么 刚才没看清爆了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军七 六血 因为对方两个奥迪尼环都用了 不可能把自己打死 所以说他就放心了 先空一回合 好 偷牌 偷摇什么 偷摇刺骨好像能赢 刺骨好像能赢 刺骨好像能赢 用过了吧 好像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毒药 没什么用啊 对 毒药是最没用的 因为你牧生是没有刀的 嗯 还占一个牌位 是 那这个木是 怎么办 出哪个生物 出哪个东西好像都 出哪个生物好像都不太对 出哪个OE好像都 不太对 也加不了血 就看着对面把自己踹 踹死吗 这怎么办 不舍得放那个 加血 他这个我实在是难受 十费空过是不太可能的 七费空过是不太可能的 他可以加血 但是没什么意义 嗯 好 这个应该被神火直接 吃掉 吃掉 非常爽 好 你没有 没有那个 密码因斯捉那个 你这个学法你肯定我是捉不了的 地图 先过一张吧 能够过一张密码 暗影济丝是比较好的 过了一张密 有点尴尬 看这个牧师贪不贪 贪的话 它可以攒到两个OE一块用 但那个36它真的很难处理 好 第二个熊猫龙 嗯 那可以复旧 这是网易生物最烦的 AOE是清不干净的 你要回首吗 回首没有什么意义啊 回首厨还是网易也不会触发的 好 逼你清场 呃 看一下 好像 呃 应该这个肯定是要咒灭的 然后 水晶如果交了之后会留一个4-4 那个是一个 呃 会出一个 会出一个5-5 小软 主要牧师的生物站不住 光和OE是切不干净的 网 网鱼的 咒真的好 狼狼 许痛 尸痛 好 好 疼 对 根本就做了 吼 所以这边 暖龙 嗯 哎啊 赢打击 现在这个牧师的问题就是说 我怎么把这个生物解掉 解掉第一波之后还有第二波 而且还能让对手转一点手牌 他的两个奥金尼环都已经打了 两个埋葬都已经打了 这一张如果出了恩佐斯怎么办 他是不是只能靠这个番了 现在场上能清掉吗 这张牌好像出了之后 就没有机会了 因为这张牌会卡自己的生物的节奏的 对面有一张闷棍 他放个 对这张牌出了 克苏恩还在排库里 还有挖矿又是克苏恩 感觉这个思路有点冲突 他克苏恩已经是十几了 十四还是十五了 应该是十四左右 神圣新星 两个五杠五 两个五杠五你想怎么处理 这打出来比刚才不清的时候产攻还要高 对啊 产攻更高了 在饥饿之肉 然后你希望再偷一张新星吗 你这也算一个变相能让对面卡手的一种方式 十费空过 我只能说这种结赏的想法 我是头一次看见 在哪一个 对 东斐贼 这种结赏的方式真的是 蓝龙 再抽 他应该就是 好 克苏恩来了 克苏恩来了 买一口 下回合这个盗贼 有可能会被这个盗贼直接打死 对 看一下这个 三个饥饿之肉 这个也算是卡手界的 就是一个比较强的 如果结场 我觉得盗贼 他这个必须要打脸了 在结场没什么机会了 对啊 他刚才结场的话 我觉得就已经 好 有点难了 死了 克苏恩 死了 九血 对 加上那个怪才是三血 其实 恩朵斯 恩朵斯那一波 就是盗贼让自己的手牌爆了 爆了 那两个牌其实 相对来说 减少两个资源 以至于到最后 他这个亡语胜物出来之后 没有手牌出 十费空过 那波其实是非常亏的 其实这个牧师这个思路 他这个挖矿 然后又是这个克苏恩朵斯 还是虽然说挺脏的 但也挺累的 我觉得 如果他不是运气好 连着抓了这个两个AOE 加上神抽一个AOE 他是清不干净那个场的 对 他饥饿之肉 确实连抽了好多 如果没有把他那两个武功的怪 清掉的话杀了 是而且让对面的极恶之肉 等于变相的卡手了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下一场比赛 好像也已经开始了 好 先上带 你说他是不是 如果早点抽到克苏恩的话 然后再用黄金元去变 他剩下的牌 是不是这样子讲的 对那肯定的 克苏恩肯定是不能被 这个直接挖矿挖掉 要不然太亏了 你整个套牌的思路 整个套牌的思路 都已经被这个打乱了 对 你的克苏恩末世 感觉 因为这条末世 从头到尾好像也没有过过牌 只用蓝龙抓了一张牌 所以他这个克苏恩 其实也不那么稳定 而且牧师本身在这个环境 AOE就已经差了很多 极恶之肉和神神星星 这两张牌 虽然整个环境的网友生物变少了 好先看第二场 哇 这都已经开打了 下面是奴隶战 对 上面是克苏恩德 这个 这个莫斯坡太阳 是不是三套克苏恩套牌 有可能的 很有可能 要克苏恩战 对 说古痛 这古痛对面这个都已很难受 这两个树苗都是抽牌的肥料 对 这应该出一个食指鬼吧 把这个两个树苗全部清掉 然后过一张 你更贪的话可以股东先撞一下 就是理论上肯定要抓三张的 如果你要是股东先撞一下的话 对 横扫 没有什么用 好直接点掉 点掉也不是很专 就场上占一个二张一感觉就是 对这样 这样比较好 占两个生物还是比较不错的 双轮斗带一张战斗怒火 那他这个可能不是奴隶战了 可能是之前在这个职业赛中 这个张伯用过一套可能是一种另类的瓦王战 你可能是里面放了因为职业赛用是狂野赛制 他这可能是带有恩佐斯的 4-10 这怎么办 一个斩杀 食食鬼接斩杀 图拉特来了 还有战斗怒火 可能先不说分析小牌的结构 可能这种只是用来过牌的 毕竟他带了双吃食鬼 有可能还有旋风感 那这牌的过牌机制就非常好了 蓝龙 肯定是用脸跟你换了 我觉得脸换的时候上一个图拉特 不换 不换有可能会出事 种一个法强的横扫 还换鸟比较好我觉得 直接先换手 对 一会儿这个蓝龙你还是 还是得需要去解 好吧 蓝龙自己撞了 我觉得蓝龙就打点算了呀 你解他是战士愿意看到 愿意看到的呀 还是解掉了 其实这个战士血线有点低 圣盾人是战士比较烦 因为战士一般都不带潮 不带潮 不带那个沉默 上女王的话 不解这个蓝龙吗 我天 那就直接打脸算了呀 解女王肯定是你亏的 他要上生物 他要上双子 但是这么打的话 换掉 上了这个新的大地之后 感觉这个场面对于战士来说 并不是那么好 因为他的这伙的费用不太好 上个斧子 摇个脚 他这样这样的火 在他现在这个节奏里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因为他的生物是站不住场的 所有生物都被对方吃了 好 先成长锅牌 他先要找一张这个 克斯文 这个压人应该是目前来说 德鲁伊最好的这个克斯文的buff生物 战士的生物比较 比较难受 盾牌猛击过一张 两个盾牌猛击 只能解掉一个呀 上初亚是乱斗吗 你这 你这 还有人 乱斗都没有找 是 三个生物乱斗 三分之二概率剩对面的生物 是的 而且这两个都挺大 剩哪个都不够 是 产攻是9 加上点10 14 14点不够还差7 这个德鲁伊应该写到对面战士是有乱斗的 你再多出一个生物 我就肯定就斗了 是的 你拿到什么宝物了 好 滑矿应该就是这盒出了最后也不可能出第四个生物 兼弓 乱动进去好的话可以把场面全清 直接就上 对 只要不留武器嘲讽 好 我就盾猛 对 我觉得不要再卖脸了吧 你你盾猛加对啊加尖弓把它解掉算了 科斯文是最关键的一张版 看能不能抽到 这个是不是应该奋动先过一张比较好 还有战争络术 这个德友宜的强好多 又是这个鸭人 又是利爪德友宜 还有战争络术 好 东面格党 这张特长挺关键 本来手牌比较差 靠在国党来过渡一下 这张凯恩徐一掏得也非常好 是的 这张有种东西可以反弹的感觉 终于占住了一个生物了 现在德罗伊基本不带重新守护者了 这雪蹄王宇完之后还能继续占场 有点强 占这武术我也不差 这个50怎么办 你两个盾王已经用了 这个5号石你可怎么过 他斩杀就只用过一张对吧 我觉得还是乱斗比较好 我上罗斯了 卢斯也可以平吧 你又要不要撞一下5 撞一下5号石呢 打脸 打脸是没有这样的意义的 这个 又可以 多余于鬼抽一回合 可存到多少了 19 你要手撕罗斯吗 我觉得那个生物也要出 他出了 出了重乱斗 世界就不一样了 对 还是忍住了 忍住了 但忍住了也很难受 这可以出个这个霍格 脸颊还含血迹结 这个由于折尤鱼没有战争古术 没有知识古术 破牌了 所以手牌已经跟不上了 而且打不到战士的甲 对 可存还没来 已经19了 嗯 即使来了克斯瑞 尹鱼也打不死这个战士 红龙来了 尤其没有出的机会 这应该是把场清掉 打脸 看罗斯打谁 翻毁 看他翻毁 偶尤打脸 这个好痛啊 这个 对怎么办 横扫 横扫清不光吧 清不干净 而且这个 这个霍格 好像可能会造一个 这个 这个泽尤鱼前期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打到中期之后就是 他生物质量是越来越低的 反而这个战士的生物质量是越来越高的 他的强其实也还挺多 但他就是死活抽不到破坏 对 强是没有用的 强只是一个防守手段 可能要自杀了 也是那轮的 好 GG了 也是那轮的凯恩雪奇币帮助战士反场 对 其实主要是这个战士连抽两个盾牌猛击 亲小对面 他如果不是对方手机卡这个抢了节奏的话 德友一每时候出一怪 你皮于结场只拿辅责卡的话是不太现实 对 然后那个凯恩雪奇也是 虽然对面那个战争武术 但是这个凯恩雪奇让这个德友一的结场的思路已经就是不行了 只能抢对面战争的脸 而战士托拉特别的脸之后 抓到盾牌格挡 整个这个后期的承卡越来越多 罗斯啊霍格什么的 德鲁伊掏一些克森的buff成功是没有什么 明显打不过对面的成功 好 那么这个看一下现在剩下的职业 这个深圳大学的这个林南若 他的战士跑了是吧 然后上面这个工业大学的这个 牧师不带张的牧师跑了 好像是 就是战士和牧师分别都跑了 好 然后这个林南若还有一个萨满 由于对面的牧师跑 所以这个萨满打这个德的时候已经还不错 因为这个克森这种德 他虽然有很多嘲讽 但是他轻场能力并不是特别强 好 看他们下一局的比赛会选用 其实我觉得这个林南若这个盗贼 是一个亡语盗贼 我觉得这个盗贼打这个德的身体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有蒙棍 德是这个就是德如果这个身体被蒙棍之后还是非常差的 尤其什么激活车的大关什么的 是啊 德也并不是那种小生物一直扑场来的 所以如果是 柯森德还是主要是以这个柯森Buff 结场为主 嗯 看他们下一场比赛可能马上就要开始 好 盗贼对阵这个 和王宇的这个恩佐斯 盗贼对阵这个克斯文的德鲁伊 感觉现在每读一个职业的形态是都前面要加一个大哥的名字 有点这种感觉 是恩佐斯啊 克斯文的 然后什么游户萨龙什么的 是的 这个版本出了这几张成卡之后就好像都是要围照着他去打游戏 主要标准环境没有什么新的思路 就是相对来说中速的套牌的思路被慢送套牌克制 好 这个德鲁伊还有哈里森尼斯 效果没有看见啊 诶 拿错了 我还以为要交硬币 硬币不知道是要干什么 这个德鲁伊的曲线不错呀 嗯 三四五都有 有的两个 这个哈里森就直接吃刀 然后过两张牌就可以了 你听到他在召唤了吗 四回合 四回合挖矿 五回合哈里森琼斯 这个贝刺加刺虎姐这个人有点不太切实际 硬币要交了吗 哦不是还是发现 发现过他讲下过硬币蓝龙被刺 你拿到什么宝物 挖宝 挖矿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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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战略行的优势 这个 这个牧师同学他是不是所有的都是那个挖宝加上的作词 嗯 嗯 有可能是这种思路 因为他的战士好像还没看见是吧 对 战士是一个非常适合挖宝的一个职业 他护加比较高 适合拖到后期 嗯 这怎么办 要不要直接横扫算了 横扫打这种盗贼没什么用的 因为对面全是亡语 而且他出那个一一的话 你这个横扫可能会把那个东西扫死 你横扫都用不了 我觉得这把横扫交了算了 对 没什么特别别人好解的 对 那出这个就准备变脸了 那这个你变脸跟盗贼变脸不一样 盗贼是可以直接连着变两次脸 你最容易变脸是要耽误你自己的节奏的 大底环拿一口 嗯 今天是还是要变刀吧 四股给这个 比这个二三有点亏 嗯 这个类似于这个木光龙效果的 这个这个生物被buff起来其实也是非常强的 这十选 不是很好选 蒙棍的话他再出怎么办 出了还是有buff 对因为双方这个 那他可能是为了下攻阿克斯加盾做准备了 给他出两个比较好 出两个下会双横扫 双横扫理论上好像是能够清长的 我想 这会儿吃的话 主要是哈尔村琼斯本身的身材不是特别好 嗯 而且他肺也不是很舒服 对 德鲁亦能出两个怪还是出两个怪比较好 你听到他的召唤了吗 听 我 喝 倒数 本来个商贩 应该是阿克斯加多的 看一下啊 应该是能够清长的 双横扫是可以把这个两个55的生物全部清掉的 但是可能差一个这个龙可能死不掉 对他龙龙出来的那个生物他清不掉 可能还是差一点 对 这个阿克斯加的有点烦 如果不加的话好像 对不加是可以可以清掉 清掉 对 注定了之后双横扫 现在可能有个蓝龙会舒服 是 但是现在从费用来说 如果德鲁亦清不掉它们 德鲁亦下火这两个生物可能就选了 甚至可能 倒贼直接不管你直接就 走脸 打脸了 因为你截我之后你要面对更大的威胁 变脸的话就不用双横扫 这个很纠点 出个压人先过以后先先看看 下火和双横扫有可能还是能把场面全清 起码两个5-5只要它出现 这基本就被清了 应该是不会撞的 哇 这个复制阿克斯之盾有点厉害 刺骨 这一排不 这1个5 超级3个5 连接军7过墙 两个5-5 两个3个5-5 笨脸 轻掉了一个 轻掉了一个好像双横扫 还可以我觉得 就是你撞掉那个 撞掉那个 就是22那个网语 然后横扫扫33 然后第二个横扫扫5-5 好像也不太好 对清不掉 对网语嘲讽 网语这是最恶心的事情 这是什么 这应该是大帝 他还要继续跟背面缠斗 你看这个四放石 已经战场战了两回合了 什么都没做 基本状也不能嘲讽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空过 但是这边的双阿格斯 这个可能要出事 越长越大 还要卖脸吗 就是这应该再复制一个 再复制一个阿格斯回来 今天是用别打 觉得33嘲讽送了吧 给一张德鲁鱼的牌 万一是给一张有用的牌 哇 哇 这个 塞亚流寺 我天哪 这个盗贼铺一桌的人 德鲁鱼可怎么办 职业牌当中给一个 我觉得你肯定要复制 9倍的其实已经很赚了 复制阿格斯之盾 夏沃沃阿格斯之盾 接塞亚流寺 我这想想这个强行 觉得可怕呀 天哪 我以为他有那个什么 站那一瓶 看能不能全清 好像会剩一个阿格斯 就是先撞掉这个 82嘲讽 然后双横扫 扫两个5.5 然后变脸 解掉一个阿格斯 还剩一个21的扫脸 死了吗 冲锋 直接打死了 都在想过墙 因为盗贼这个血量 所以我觉得他上后应该 复制这个阿格斯之盾 阿格斯之盾 再加强 确实前期好像卖给卖的有点多 可是盗贼一直很占有 但是他主要是忘掉 因为我刚才看的时候 一直想怎么解两个王女 怎么解两个王女 就是德鲁鱼也一直在想 但没想到盗贼把这个两个墙卖了之后 没有再架自己的墙 导致最后 等于是被德鲁鱼偷了 我觉得这种死法应该很郁闷 因为盗贼从头到尾就是很占优的 德鲁鱼已经清不掉 德鲁鱼的场了 下火锅之后 只要三达斯出了 德鲁鱼应该是必死的 所以这时候德鲁鱼 我觉得 盗贼死了有些冤枉 他明明是可以 这回合 就是复制之后 然后复制一个 盗贼在架起来 对面基本就已经崩盘了 双横扫 气不干净 下锅冲三达斯 直接对面就可以投了 我觉得 或者说 这个德鲁也是相当能忍 场面这种情况之下 对对对 完全忍住了好几回合 那个四十都没有动 然后双横扫 捏带手捏得很紧 对 等于这个四十浪费了德鲁鱼 四四线反弱力 什么都没干 等于他就是跟那个 纳克斯马斯之影一样 趴在战场上 只不过他是没有隐藏的 感觉这个盗贼 一定是非常的不服 他后悔没有那个 把阿克斯直接收回来 然后再架一次 那么说这个 这个牧师同意 还剩下一个战士 这个牧师不太脏 这个点打得非常不错 他没有错过转杀 对 然后还剩一个战士 像你说的 还有可能剩一种 挖宝的这个克斯文战 对 战士就更适合挖宝 是 然后这个林黛瑞 还有一个萨满 这个萨满 讲道理应该是一个打点萨 中速萨满也有 不过还不太稳定 打点萨毕竟还是比较强 好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萨满 那张是 是 去进化吗 应该是 它是个中速萨满 刮 它是个中速萨 留个乱斗 中速萨打战士在很早之前的就是版本中中下是战有很大优势的现在不知道因为这个战士的斧子没有了 嗯 这个 对 好像上下啊 这个导播出了 出了点问题 导播好像出了点问题 手牌还看不见 对 这个深渊魔物就是让这个萨满变强的生物之一 好下锅海山图海山图灯尸 闪杀 这个深渊魔物里现在已经可以四飞上了 这难道要下监工吗 肯定是变甲空过 这是一个很中速的一个哇两个火蛇这个厉害 这个怎么办啊 顿格解一个 不过萨满再扑一个生物就应该该中乱 该中乱斗了 嗯 试试鬼 监工点一下 无面者 沈天风帽感觉好亏节奏啊 谁放姚图灯下过这个深渊应该可以两个费出 现在出好吗 觉得这么出的话被这个顿格解这个这牌猛击一换 等于场面就就没了呀 嗯 嗯 这个可能 这肯定不能乱斗啊 顿格解这牌猛击就行了 无面者上场了 你现在乱斗感觉有点早 是不是应该还叠点甲啊 我来打造 助甲师 解掉法强 战胜手牌也非常差 这个乱斗出的实际很快 如果斗完之后对面有第二波的话 他也非常难受 如果他斗得完的话 可能场功率已经非常高了 小本都上了 石化武器 这应该是撞甲 这个可以的 能不能把助甲师清了 没清了 肾和尾巴感觉有点便宜 对 本来上个法强就是刚刚好 说不定能剪一下助甲师 感觉这个 现在这个 对 散满的这个手 手牌已经质量已经不高了 你其实带人家交的比较亏 减一个这个生物的话 是比较亏了 是 好 青龙珠就快齐了 还差一个 这应该会等妖术吧 给人现在 战士的节奏还不错 因为这个手里有乱斗 不怕对面铺场 对面越妖途通 他应该越开心 然后这两个散满手 有两个带有进化功能 这个牌 进化一波 这个好像并不太理想 组织这个战士还应该能忍 解掉这个火蛇之后 那几个生物其实都不足为局 想要过这三四至少要交两个人 我还能再忍一段时间 你应该不会交轮斗 因为萨满没有一些 就是限制比较高的手 他火蛇清了 场过其实就很低了 就六点场过 是 而且自己有三十八血 出大哥直接撞了 这应该会用妖术的 就这么一个机会 元素毁灭 这个萨满感觉一放的有点多 蝴蝶被刮掉 感觉这个萨满的攻势 已经不足了 战士只要再来一个威胁 这个萨满应该就已经 航不住了 这个战士居然不是挖宝的 刚才好像看到了 有挖宝 有弹吗 我没看清楚 好像看了一眼 这个其实无所谓 已经到十个费了 果然 他和有挖宝 骑手重掉了 感觉这个萨满连着三抓 抓的全是解牌 没有威胁 而他这个进化进化出来 包骑士也是很亏的 嗯 生存来说 因为进化嘛 只是从一个费进化到两个费 并不是特别赚 要不要解 还是解了 上一个这个深渊魔物 我觉得战士如果打得狠一点 还是可以忍 哦 肯定要忍的 嗯 逃腐头 抓到血喉了 连萨满的生物已经不多了 这个深渊魔物是应该他逃爬里中比较主力的生物 两深渊魔物都死了 这战场一定过来啊 就跟队友号就行了 哇 这心组知识 这个太关键了 嗯 弥补一下手牌 可是 永恒手 可惜这些生物的质量都不一般 对 而且还抓个闪电剑的法式 对 这个还是不用逗 直接血喉砍就行了 好 这如果有 我觉得可以乱动臭再变 哇 这张牌神抽的不是一般的厉害啊 对面全清 三盘手里全是解牌 这个加盾虽然被解了 但是他赢不了啊 对 你就算是挂掉 好像也没有所用 他就要元素毁灭解了 一点场都没有了 是 这个 没有生物了 这个三盘里东上应该还是有狼魂的 现在不过还没有看见 弄习 他有第二张进化什么东西 可是他就算有的话 进化这种东西 里东上只带一张 带两张实在太卡手了 进化之主还可以 但是现在他没有进化之主合适的目标 只能拼一把了 啊 他还是嘲讽 太low了这个 对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 哈里斯 那这个哈里斯可能 让这个萨满 有这个毁灭除了翻盘的可能 也丧失了 继续叠甲 砍不砍 这个战士这把已经很难输了 因为手里有群伤的解 有单点的解 还有加护甲 还能解对面的这个毁灭之水 现在除非这个萨满能连抽几张比较高 这样的生物才能可能翻盘 怒喜姐 裸上一个哈里森 他我觉得应该排库不是特别多了 他可能算了一下 如果是吃醇的话 吃得了可能是被抓死 孩子没有上 那这个只要不是嘲讽 就全清了 一个这个伏射打击接斩杀 然后这个雪猴撞一下这个进化之主 第二轮都来了 砍一刀 伏射打击接斩杀 全清 散满没了一把法术是没有任何用的 这火焰素还不错 终于来了一个稍微大一点 刚好在这个雪猴的范围之外 这有可能会成为翻盘的一个转机吗 我觉得就看这个乱斗 到底怎么样了 对 这个应该要斗了吧 可能还得忍一会儿 因为毕竟这三个生物有三分之一的概念 可以留这个火焰素 上股东会被解掉 它有两个乱斗 但这么多总有点亏 这另 好吧 它没有忍住 3G的概率上火焰素 好 信航火焰素死了 只要火焰素死就可以 狼魂 这应该解掉这个 虎痛 能到这个萨没有带毁灭水 我认为李敦他应该是有的 看他刚才也是有过一张石化武器 这个雪梯勇士一出之后 这个萨满要过这个墙 可能就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石化武器或者水晶键之类的 这个图灯很好 看是不是这个火石 火石图灯 这个也不错 马桶 马桶也不错 其实 这应该要斗第二次了 如果不解这个马桶的话 很难受的 雪菊云现在来的有点晚 第二个雪梯勇士 你要不要斗 不斗 让对面的马桶继续抓吗 这个很难受 为了一个马桶乱斗焦 其实是挺亏的一个事情 可是不焦的话其实 现在排户应该已经不多了吧 两个人排户应该差不多 我感觉好像战时稍微薄一点吧 我觉得应该换马斧子 我觉得应该换马斧子比较好 把这个蓝黄卡了 就上个斧子吧 好贪啊 对 一肥也都要留一下 他的这个战战意图就是说 不让你知道我有小斧能过你这个墙 这三半也很难受 三个生物加一块能够过这个雪梯勇士 还还死两个生物 这个太亏了 拿法术姐又比较舍不得 他只有一个法术 全上吗 然后呢 这不等于自己使着一个 漏洞吗 而且还过载 这个我不太能理解啊 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好不会你把场扑起来了 但是对面只有两个大屁股生物而已 你怕他们干嘛 我觉得这个打的有点莫名其妙 而且你还需要再扑 且不管对面有没有乱斗 对面你本来扑了六个生物 现在就剩两个生物了 火元素 这次再上 下这个他上不了 他如果解锁的话是可以上的 看他要不要解了 他又忍一回合 越忍到后来这个 战士抓到成卡之后 你就很难受 你看这个生物 那这个论斗就是一个神论斗啊 无论剩下什么 都是对战士有利的 他自己还带着一张马桶 还有几张马 战士有四张 算了还有几张 算了有两张 那不用再抽了 对 这牌 感觉这个萨马会被自己玩死的 天呐 萨马现在都可以打到 噢 洗牢了 这个奈法莲来了 看起来两张什么萨马的牌 哦 两个元素毁灭 你敢相信吗 两个元素毁灭 有什么生物是这两个元素毁灭 打不死的 但是现在他肯定不会上啊 现在他场流啊 他没有带毁灭之锤吗 这个萨马 目前最强这个萨马的这个武器 目前的武器的强度 没有能够毁灭之锤比的 这个奈法莲还清不掉 然后呢 这把回来素拿回去 你还怎么玩 我觉得可以投了呀 是啊 这个萨马唯一的机会就是内核核 就是他用了一核的元素毁灭 把自己的场全部清了 对 然后 其实他不清可能也很难打 但是总不能自己清自己的场 对 他那个时候就在武器对面还有乱斗在等着 是啊 我觉得 这个萨马可能太想急于把对面清干净再获胜了 那就是这个牧师不太脏获胜了 是的 广东工业大学战胜了深圳大学 3.1 对 感觉这个萨马其实打战士是有机会 只不过这个战士的 说人斗抓的比较及时 其实主要在第一个乱斗 如果第一个乱斗剩一个火焰素的话 这个战士就不太好打 对 那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有 他没有什么解牌 他只能靠这个乱斗 然后去 对 好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一个经济图 然后下午的比赛当中 是由快乐龙龄获胜 然后晚上比赛是由这个牧师不太脏获胜 这两名选手的话呢 也会在我们 5月25号的总决赛当中 线下总决赛当中交战 对 到这个应该是在 5月25号这个第一赛季线下决赛之后 这两位应该是 线下决赛的下一周 进行这个 线上的比赛 对 他们两应该是线上比赛 其实最近的这个 新的版本出了之后感觉 尤其退完境之后感觉 这个整个卡组还都是非常 是因为这个各种环境比较慢 而这个传统的快工生物 飞刀和电盘盘盘都被削弱了 所以说快工职业被削弱很多很多 所以说这个中速职业又打不过慢速职业 这个新的系列上古之神主要是强调这个实费的生物 实费生物的效果进场基本是爆炸 比如恩泽斯 克苏恩 有个萨龙 基本都是一个爆炸的效果 杨尼天的一个效果 对 所以说主要围绕这三张牌组牌 这标准环境基本是这样 除了GZ之外 其他的这个套牌 大部分的后期效果都是围绕这三个 实费的强劲的战争生物构组思路的 现在好像还都是往一个越来越慢的趋势去发展 也不是 主要是因为这个标准环境之后 网语生物的质量降低了 所以说所有的对局来说都拖到这个中后期 前期的生物没有网语之后就很容易被解掉 导致生物之间的互换变多了 就是说手牌之间交换变多之后 我就喜欢这种出后期生物 前期我让给你 后期生物比较强力 你前期的打不过后期的 因为还是说 你还是因为飞刀麻风被削弱了 否则快攻不会那么这么这么弱的 因为飞刀被相成两攻之后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就是 一会出一个法律服龙 我不能硬币跳飞刀 直接对你的法律服龙 我打不过那个法律服龙 就是让这个牧师现在对付这个飞刀 是也不是那么吃力了 而且牧师没有按一C 可以把飞刀抓过来 很多东西对于这个快攻来说都是不太有行的 其实我觉得麻风这张牌来说还是两攻比较好 这样对于快攻来说 起码有一个一回合的比较高的一个爆发点 好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 电击高校争霸赛的这个半决赛就到这里 最后这个恭喜一下这个黄昏学院和这个广东工业那些 晋级到25号的线上决赛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